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医院是2月10日收到第一个病人 本身病人又没有发烧又没有流鼻水又没有喉咙痛又没有气喘 但因为他说周身无力了我们都和他照废 照废时才发现原来他肺炎 那时候第一时间收了他上去隔离病房 每一个医生的护士健康助理甚至退床的叔叔 大家都要穿一些防护装备 其实用的时间很长的 最初不是很熟悉的时候 可能穿衫穿衫光用半个钟头 2020年元旦过后 一场疫情悄然在人群中蔓延 新冠肺炎这个名字也开始陆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2020年1月23日 香港公布首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香港的抗疫之战正式打响 事实上早在此之前 蔡振兮医医生所在的香港玛丽医院 就已经严阵以待 其实医院那时候已经开始了 每一个星期会有一个简部会 就讲一下医院里面有些什么措施 比如病房的预备是什么 防护物资的装备 所以在这方面医院都做了很多的功夫 去预备这个疫症来临 我们已经有一个感染控制组 我们都会将整个以前 比如沙士年代 留下来我们有一些防护的装备 那些知识再温暂一次 大家都要好像温顾资深 香港人机医院康复病房的病人服务助理黄妖全 也每天守在电视前关注最新的消息 疫情开始之初 医护人手不足 各医院紧急为抗疫 组建抗疫团队 他第一时间举手报名 当然啦 你说不怕就假的 是吧 但是你能去做这一行 是有使命有光环的嘛 不可以想一样东西 都是病人为先的 那一刻我就去举了手 前方有医护人员在冲锋县镇 后方则由疫情特殊的抗疫工作者 保驾护航 一大早 香港警察抗疫专队领队警司老瑞莲 便带着近十位成员 来到位于香港星界的俊阳村检疫中心 今天他们的任务是挨家挨户 确认住客信息 你好啊 早餐 我们在看这房子 是不是赖小姐啊 是吧 好 麻烦你 是你的医生会来的 是吧 谢谢 这个抗疫队伍在疫情爆发后的第一时间便紧急成立 包括警队九十多名在职人员和一百四十多名退休同事自愿组成 麻烦有饭吃 你好 有饭吃 麻烦有饭吃 麻烦有饭吃 不用 既成的义工团队 则利用下班时间分批前往香港各区 探访失去联系的家居隔离者 截至目前为止 其实需要家居隔离的人士 总数是大概已经超过八千人了 那我们今次主力去处理的 要做到家访的就是 有三百个个案 他们是未能够成功做到一个跟踪的 那我们希望在短时间里面 接触到这一批失去联络的 家居隔离者 除了寻回失联的家居隔离者 义工团队也帮忙改建隔离营 在控制中心联系隔离者等 虽然说香港是一个比较富庶的地方 但其实原来在现在这样的疫症的情境下 很多人都需要帮助 我都很希望每人都踏出一步 每人都做多一点 希望可以帮得到多少 我们尽量帮多少 这次新冠肺炎 大部分入院的个案 都是经过急症室 所以急症室就起了一个 好像守龙门的作用 就是我们要接着每一个球 不要让那个球射入龙门 大女儿就说 妈妈 你为什么要举手 你轮不是可以 你没得选 你为什么要举手 我们都很担心你的 那我就说 不用怕 现在不跟沙士了 很多切皮OK的 没有问题的 我有些同事年轻的 我小朋友很小 读小学 那我是一个最轻松的 那我可以先去前面 因为我们是香港最前的防线 也是最后的防线 念念不忘 必有违响 我们做的事 始终是一日 人家是会明白的 天灾难测 为盈难而上 在抗击疫情的战役里 每一个人都是新兵 3.4万名前线医护人员 正守主战场 用自己的身体 护住第一道防线 千百义工在后方迅速集结 茶路补缺 排忧劫耐 一前一后 让香港的抗疫工作有序进行 24小时在线 守护全港750万个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